新型冠状病毒Delta变种持续在美国各地传播 部分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却仍然缓慢 目前,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等中部地区出现变种病毒快速传播的趋势 美国CDC的数据显示 5月22日,该病毒仅占美国病例的2.7%左右 但截至上周,该病毒已占美国所有病例的近10% 美国约有8%的线出现了高水平的传播 约一半的线处于中等水平的传播 然而,这一比例在美国中部一些地区明显更高 在全美被Delta变异病毒感染的病例中 中西部和西部山区州,包括爱荷华州、堪萨斯州、密苏里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占比接近23.5% 而英国金融时报根据可得的新冠病毒基因定序数据估算 截至16日指,在美国的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中 Delta所造成的病例数可能占了31% 比率在11天来激增两倍多 CDC主任瓦伦斯基称 Delta病毒的传播力比美国当前流行的主要病毒株Alpha高出60% 美国卫生官员多次警告说 在未来几周内,Delta病毒的感染率连续数周翻倍 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病毒 另一方面,在21日世界卫生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马利亚范·科霍夫表示 Delta变异毒株已传播至全球92个国家 由于其更强的传播性 该变异株正在全球迅速蔓延 世卫组织对其传播情况感到担忧 目前,尚无关于该变异株对疾病严重程度和致死性影响的确切数据 但新冠疫苗依然对其有效 有助于预防重症和死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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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